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吗 当然 你们回想一下 当你们坐车子去旅行的时候 车子往前移动 旁边的花草树木是不是往后跑 是啊 还有 当你们远处看到一座山 是不是要经过好一段时间 那座山才会移开你们的视线 好像是 那是因为当我们移动的时候 越远的景象 就需要越长的时间才移开我们的视线 我再问问你们 你们又知不知道天空离我们有多远啊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们吧 是四十万里远 个十百千万十万 哇 六位数好远哦 就是啊 我们人类的移动速度跟距离 比起我们跟天空的距离实在太渺小了 无论你们走到哪里 都会看到月光跟星星 也就是因为这样 你们才会以为 它们在跟踪着你们 可是月亮的光是怎么来的呢 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 我们所看到的月光 是阳光的反射 可是阳光那么赤眼 月光那么柔和 看起来一点点不像耶 嘿嘿嘿 看来我小小科学家 也发挥了他勇于发问的科学精神 看来我要用科学的方法 来向你们解释 月光是怎么形成的 博士是不是又要做实验呢 没错 就来我的物理DIY工作室 耶 博士 月亮怎么发光的呢 博士你说过阳光的反射 为什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呢 哦 你们的疑问 等一下我会为我们一一的解答 不过 现在先列出材料跟工具 好的 这一次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 一个盒子 两张A波白子 手电筒 以及三本厚厚的书 工具方面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 特别交代 工具及尺 好 在这个实验中呢 我们将会利用一个光度计 来观察光的反射 不是 什么是光度计 哦 光度计在科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测量光的强度的仪器 现在的很多相机里面呢 都有内置的光度计 就是协助摄影师调整光度 为了不让照片太过曝光 又或者是暗淡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非常好 现在就让我们来制作光度计 首先 把纸箱摆在距离墙壁 三十公分左右的桌面上 现在 把一张白纸贴在纸箱上 要贴在朝向墙壁的那一面 用另一张白纸贴在墙上 所以呢 现在我们有两张白纸 是面对面的 接着 把三本书 叠在这张贴在墙上的白纸旁边 打开手电筒 向着纸箱上的白纸照射 操操 关灯 我们观察一下 贴在墙壁上的那张白纸 是不是也好像被手电筒照射着 真的 可是 光线也没有这么亮 这就是光的反射了 即使光源照射在 贴在纸箱上的那张白纸 但是 还是会反射在对面的那张白纸上 这跟月亮有什么关系呢 没知道吗 其实月亮是一块很大很大很大的石头 我们的地球绕着太阳公转 转完了一圈 回到原点需要365天 同一个时候 地球也在自转 每转一圈是24个小时 在地球自转的时候 朝着太阳的那一面 就是白天 背着太阳的那一面 就是夜晚 而月亮呢 它则是绕着地球公转的 其实 不管白天或夜晚 它都同样地反射着阳光到地球上 只不过 白天的阳光太过猛烈 所以呢 我们才看不到月亮 不是 为什么 有时我们看见的月亮是圆圆的 有时我们看见的月亮又是弯弯的呢 哦 那个叫做 月像 月像是天文学中 对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明部分的称呼 月亮绕着我们地球公转一圈 大概需要29.53天左右 当它环绕地球旋转时 地球 月亮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不断地变化 因为月球本身不会发光 所以只有被太阳所造射到的部分 才会被地球上的我们看到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上看到月球被太阳直接照射的部分 这就是月像的来源了 当地球位于月亮和太阳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被太阳直射的月球部分 就是满月 当月球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 我们只能看到月球不被太阳照射的部分 就是硕 这个时候的月亮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 月亮在天空中消失后 又再次出现时 就叫做星月 这时候的月亮就像一条细细的眉毛一样 只看见一点点 当地月连线和日月连线正好呈直角时 我们就会看到月亮被太阳直射的部分的一半 这就是弦月或者是半月了 那不是 是不是每天晚上的月亮都不一样了呢 Bingo 在29.53天的交替周期之中 其实月亮天天都在移动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你就会发觉每个晚上月亮的形状都不一样 哇 这太有趣了 从明晚开始 我要天天观察月亮 记录下我的改变 非常好 但是呢 在你观察同时 你可以跟我们华人的农历日历比较一下 看看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不是 农历日历跟月亮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嘛 各位小朋友 博士在这里给你们个功课 你们问问了你的长辈 看看他们知不知道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呢 月亮的知识有很多很多 可能讲一个晚上都讲不完 可是我好想再听耶 但是 匆匆的肚子好像不是很想听哦 没有关系 我们先出去吃烤肉 然后呢 可以一边赏月 一边说月亮的故事 好耶 吃烤肉咯 要了解光线反射的原理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是 三本厚厚的书 两张A4白纸 后面胶带 一把尺 一把手电筒 以及一个盒子 一 把纸箱摆在距离墙壁30公分的地方 二 在纸箱与墙壁上分别贴上白纸 三 把书本叠在贴在墙壁上那张白纸旁边 四 打开手电筒 让光线照射在纸盒上的白纸上 五 把室内的灯关掉 观察贴在墙壁上的白纸 各位小朋友 这项实验非常简单直接 主要是让大家明白什么是光能反射 手电筒的光源代表着太阳 纸箱代表着月亮 白纸代表着地球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能够清楚了解到 阳光是如何透过月亮的表面 把光线送到地球上 我们将牛奶倒进盘子里 把这种颜色的食用色素 用吸管递在盘子的中央 现在我去用棉花棒 沾点洗碗筋 点在这些食用色素的正中央 天上有一个大太阳 一个月亮 那星星有多少颗呢 如果单单用肉眼看见的话 大概三千五百颗左右 但是如果用很厉害的望远镜去观察 是数以一计 一 哇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 哇 其实还不止这个数目 到目前为止 天文学家 有法把所有的星星都数一遍 根据他们的估计 单单是太阳系所存在的银河系里呢 就有一千到四千亿颗恒星 银河系 银河系又是什么 银河系就是这个 由一千至四千多颗恒星 数千个星团 和星云组成的半窝系系统 它的直径 大到要以光年来计算 光年 光年是一种用来计算长度的单位 就是因为太长的关系 没有办法用公分 公尺 甚至的公里来计算 光年通常是用来测量 外太跟物体跟地球之间的距离 哇 我无法想象究竟有多远呢 博士 银河 我们都看得到吗 当然可以 在黑暗的地方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夜空的话 就会看到有一条米白色的河流 闪闪发亮 我们称它为银河 英文就叫做 Milkyway Milkyway 双双 你不要告诉我 你又想喝牛奶了 明明 你真了解我 我一听到Mil 我就想来喝牛奶了 Mil 我可以用牛奶来做银河给你们看 用牛奶做银河 想做 那就马上到我的化学DIY实验室 就知道了 耶 现在我们要做的实验室 牛奶跟洗碗精之间的化学反应 我准备的潮油 牛奶 食用色素 以及洗碗精 另外工具方面我们需要 物料 塑料盘 莓花棒 银河 银河 这项实验非常简单 但是效果 eben is 非常非常精彩的 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 不是 那 实验结束后 牛奶还能喝吗 绝对不可以 因为碗在牛奶上 加上了洗碗精 所以实验结束后 一定不可以拿来喝 聪聪 不用担心 我相信这个实验 一定很好玩的 你看 我准备了好几种的实用色素 我猜想 等一下一定有很漂亮的画面的 代言如此 不用担心 一定很好玩的 首先 我将牛奶倒进盘子里 接下来 把这种颜色的实用色素 用吸管逼在盘子的中央 先来绿色的 然后 再滴红色的 最后 我们滴上蓝色的实用色素 现在 就是魔术时间哦 大家要注意哦 现在 我去用棉花棒 沾点洗碗筋 然后呢 我会把棉花棒 点在这些实用色素的正中央 好漂亮哦 还在动耶 好像看动画面一样 不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 洗碗筋的化学成分 会把牛奶的脂肪分子分解掉 分解后的脂肪分子呢 会带着覆盖在上面的色素 一起往外移 所以呢 你们就看到 好像一朵盛开的花一样 好了 现在就交给你们 你们可以用不同颜色组合 或者是排列方式 看看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画纹 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够做出银河的图案 嗯 很好 这个实验呢 不但可以看到洗碗筋跟牛奶之间的化学反应 也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 小朋友们 其实你们可以尝试 用不同牌子的食用色素 又或者是不同脂肪分量的牛奶 还有不同清洁剂来做这个实验 或许你会有意想不到效果 聪聪明明 好不好玩啊 好玩 不是也来玩 要观察牛奶跟洗碗筋的化学反应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是塑料盘 使用色素 牛奶 洗碗筋 棉花棒 以及吸管 这项实验的步骤相当简单 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创意 一 把牛奶倒进盘子里面 二 把使用色素滴在牛奶中央部分 三 用棉花棒沾上洗碗筋 点在色素中央观察反应 喂 小朋友 虽然博士鼓励大家 用不同的材料和组合来做这个实验 但是牛奶毕竟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料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因为营养不良而饿死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适可而止 不要浪费宝贵的食物 就让我马上开始制作 烈球模型 把豹子撕成不同大小的条状 把这些纸片贴在气球上面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涂上颜色 我们早来早去 几乎所有关于月亮的照片都是一样的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 照片都一样 很奇怪吗 可是月球不是圆的吗 难道月球的每一面都长得一模一样 没想到你们的观察力那么强 身为你们的博士 我都感到骄傲 如果说月球单纯地绕着地球公转 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的人 确实应该会看到月亮的每一面 但月亮会自转 它自转的速度与公转的速度配合得正好 令我们永远只看到它的一面 所以月球的背面对我们地球人来说 是非常神秘的 博士 听你这么说 我对月球越来越有兴趣了 对啊 博士 可是有没有人看过月球的另一面呢 当然有 1969年7月 人类就已经利用太空船登陆月球了 所以我们对月球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很想很靠近很靠近来看见月球 或者摸到它 博士 究竟月球上有什么呢 你们真的那么想知道月球上面有什么吗 不是 你一定有办法的吧 虽然我还没有能力把你们送上月球 但是 我有办法让你们摸一摸月球的模型 月球的模型 对 就马上进入博士地i1游戏室 耶 各位小朋友 其实制作月球模型并不难 但是要做得像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因为它很考你们的观察力还有你的手艺 不过别担心 只有耐性一定会成功的 嗯 这项活动所需要的潮游 旧报纸 保力龙碗 气球 以及黑白颜料 工具分辨很简单 我们施了 降虎以及水小用具 好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做月球模型 首先我们把一粒气球吹得圆鼓鼓的 因为气球很轻 有弹性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固定在一个碗里面 让气球乖乖地坐在碗里面 接着把抱纸撕成不同大小的条状 然后再把这些大小不同的条状撕成碎片 接下来把这些抱纸的碎片放进碟子里面 让它沾上浆糊 然后用拇指跟石子把抱纸的两边多余的浆糊抹掉 最后呢 把这些纸片贴在气球上面 重复做贴纸片的动作 直到整粒气球都贴得满满的 因为我们要做的月球表面本来就不平坦 坑坑洞洞的 所以呢 我们不用把每一张纸片都弄得很平 完成了用纸片包裹气球的步骤之后 把模型隔着直到完全干透为止 好了 第一个贴报纸的步骤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更细腻的步骤 月球的表面原本就是不平坦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用手轻轻地拉一拉 折一折 让它变得坑坑洞洞的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在一边 让它完全干透 你们看 当模型完全干透了之后 是硬硬的 也坑坑洞洞 你们猜一猜真正的月球上 有多少个坑洞 一百个 不 不 一千个 不 不 能到一万个 是五万多个 其中七十七个直径 有五十公里以上 另外一个的直径呢 是深达两百五十公里 就等于从吉隆坡到太平的距离 哇 这么大 你们又知不知道 月球上除了有高山跟坑洞之外呢 也是有滴滴的地方的 这些滴滴的地方就叫做月海 虽然有个海字 但是里面并没有雪 我们再继续我们的模型 接下来步骤呢 就是涂上颜色 来 我们看搏是怎么样搏哦 为了让我们的模型看起来凹度不平 在一些地方呢 我会加上一些白色 把它更加立体 好了 大功告成了 你们觉得博士做的月球像不像 像 你们想不想把真的月球挂在自己的房间呢 我要 我要 博士 你们都没有听话怎么给你们 要听话才可以啊 要制作月球模型 所需要的材料是 黑色与白色的颜料 气球 江湖 水彩用具 保力龙丸 以及旧豹纸 制作月球模型的步骤如下 一 把气球吹得圆鼓鼓的 二 把气球放在碗中固定着 三 把豹纸撕成大小不同的条状 再撕成碎片 四 用江湖把报纸满满的贴在气球上 五 用手拉一拉折一折 制作月球表面的细节 六 把气球放在一旁 直到完全干透 七 上色 小朋友 如果你们想做出很棒的月球模型的话 在这里博士有一点小贴士给你们 如果你们家里没有江湖的话 可以用水和面粉搅拌做成江湖 如果你们想把你们的模型挂在自己房间的话 你们可以在贴包纸的时候 在气球底部贴上一个小铁钩 又或者是一条线 如果你们想把你们的月亮模型 在晚上会发亮的话 你们可以买一些夜光漆把它涂在模型上 如果你们想把你们的月球模型 好好地保存的话 你们可以在五金店买一些喷射式的虫漆 也就生奶把它喷在模型上 聪聪明明 你们还记不记得 月亮绕着地球共转一圈 需要多久啊 我知道 是29.53天 说得真好 在这一季13集的DIY创意科学乐里面 发觉你们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有想法 越来越像科学家了 那是因为博士准备的实验太有趣了 对啊 对啊 我喜欢物理实验 化学实验 环境考察 还有还有趣味游戏 新海有博士帮我解答问题 要不然 我可能三天都睡不着呢 我希望每个星期 守在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们 也可以像聪聪明明那样 享受每一个实验的过程 要记得 我们的科学精神是 有余发问 仔细观察 大胆下舍 潜于实验 还有还有 改制作科学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神奇我们 希望以后 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实验 还有还有 嘿嘿嘿 作为很棒的小小科学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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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